四周一片漆黑 民眾店家哀嚎聲不斷 2017年8月15號 成了台灣電力史上最黑暗日 815全台大跳電 誰該負責 外界把矛頭指向台灣中游 然而中游現在卻把相關責任 推給位在南港軟體原居12樓的 聚入國際 事隔一天 中游說法出現落差 其一天不是才說 會百分之百承擔賠償 但董事長清上火線後 矛頭全變成了 呈包商聚入 位在南港軟體原居的聚入 下午發布重大訊息 反駁自己不是停電肇事的元凶 重重一拳打臉中游 表明公司打重開始 就是重旁協助角色 安裝時 包括監督到系統操作 都是中游負責 一步又一步的尾牙記錄 全是聚入員工自拍分享 然而此刻恐怕歡樂不起來 因為一早股價因此跳空大跌 2004年上市的聚入 是由一群成大師大畢業生創立 之後版圖拓展為大中華區的廠商 合作對象不乏各產業龍頭 還獲得天下富比式雜誌評選為 標竿產業殊榮 只是這回大停電 衝擊 連帶還讓經濟部長掉了官位 究責原因到底要算誰的 中游 巨路這責任揽在身上 也太沉重 藉無新聚言禁語 台北報導 同時馬上市民和聚入 上市民和聚動 小野屬主席派 spin 正確信